六十六就開始練的吧 美天聽 嚇死人 那我告訴你除了美天聽之外 你們有沒有看MV 有沒有覺得也嚇死人了 講嚇話是不是 對啊 嚇死人 你有看嗎 有沒有看 好 沒有看的可以有 沒關係 我直接告訴大家 裡面有多嚇人 我讓你自己說好了 裡面那麼嚇人 這邊有小朋友 他說沒關係了 OK 我們說吧 在你頭有多嚇人 裡面做了什麼樣突破的嘗試 裡面有什麼嘗試 你們自己講 穿什麼 穿什麼 明明就是只有躺在上面而已 還有什麼 什麼穿什麼 裸貝 裸貝 但尺度都還OK吧 你真的覺得 這是裸貝尺度很OK 你一直在問他們 你就是應該還OK吧 你應該嚇我一炮 我以為你說就是 原來就是 看不出來會不會嚇得開那個 因為我很怕 對 下一張場 撐比基尼團之後 就對了 還是不敢 這一張一拼接手 跟一靈一點點 你剛剛有說到 在MV裡頭 很大膽的嘗試 就是床戲跟裸貝 雖然說現在 要講 不好意思 唯美的床戲 唯美床戲 不是濟戰的那種對不對 是唯美的 唯美的那一種 對 還要趕快解釋一下 是唯美的床戲 然後還有裸貝對不對 雖然說是一名風舞開放 可是我覺得 進行這麼大的嘗試 對人來說 還是很有挑戰性吧 對我來講是非常大的挑戰 因為你問他們就知道 我應該是連就是 雙眼直視 都不太敢 對著男主角這樣 對 所以其實 對我來講 這一次算是非常非常大的苦惡 因為有肢體上面接觸 比如說牽手拉手緊扣 這類的 所以對我來講 我覺得這是一個跨越 雖然很多人覺得沒事 對 而且你不能這樣說 我那個時尚 我覺得那時候 你會自己去看那時尚 結果一看就 欸 還滿帥的 對 也不能這樣說 因為畢竟你知道 跟這個MV當中的男主角 總是不可能就是很熟了 也不是真正的男朋友 所以要跟一個 就是工作上的夥伴 這麼直接就來的 就是牽手 還有自己上來接觸 是女生都會害羞 那也是一個挑戰 可是我覺得這十年來 其實圖片的挑戰滿多的耶 在這個MV之前 就是我從來沒有想過 你會去演華麗 對不對 好像有一張 我們來看一下 來有沒有 沒有 有 有 有這樣 這個就是歌仔戲的那個 歷程 DDR對不對 那個還有一個 這是DVD嗎 直接帶來吧 他把我們的那個點D都帶來 真的點點DDR全部都帶來 所以那個星光放了那個專輯袋嗎 你們會也有嗎 姐也有嗎 哇 真的有 這是 是 Oh my God 輸了 輸了 我不敢再這樣 你們都吃出來 我不知道等一下會拿出什麼 真的有你國小畢業紀念冊 這個 都不會再吃這個啦 這個 這個其實真的是十年前 十年前我出的 發學生制服耶 來 給大家看一下 十校綠綠耶 十年前那個是用星光 星光放的時候 就是全盛時期 然後就發行了這本書 對 現在這書應該絕版了 買得到嗎 應該網路上如果有 我們買二手應該買得到 不會啦 可是這還是不是那麼容易買到了 對不對 而且是一個很難得的期間 這真的是點D 點點DDR 太厲害了 不要再嗆你們吃了 我不知道要不要拿什麼出來 有點害怕 對 我不怕無法接招 謝謝 這次是點點DDR 那除了就是 剛剛說到了歌展戲 還有就是這拍這個 比較突破尺度的床戲 還有裸背之外 比他們有什麼印象 比較深刻的工作上的挑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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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我一看到 那主題的早上會嚇人 會 還有